来看这个非常有趣的画面 在彰化有位鹦鹉达人翁昆毅 他养了上百只身价昂贵的鹦鹉 这些鹦鹉呢 它们不只在户外自由的玩耍 甚至每天都飞出去玩 天黑了还会自己任入回家 简直就像鸽子一样的聪明 到底呢这些鹦鹉有多么的特别 我们带你去看看 来到了鹦鹉达人翁昆毅的家 就像是到了动物园 哇你们家养好多游戏的东西 松鼠和鹦鹉自由自在的玩耍 不过如果您以为 这些鹦鹉达小的鹦鹉很乖巧 那就上当咯 你看它看着你 它瞪你 它瞪你 它瞪你啊 你瞪你耳朵 你瞪你耳朵 没有啊 咬不到的 这哪里 发动连番的攻击 你先给记者来个下马威 再看看这只绿色大鸟乖乖 它有什么了不起 不只是学人笑 乖乖它还会唱歌呢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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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会不会回来 在上面 请看 在下面 谁是第一名啊 果真 鹦鹉们陆续回家 就停在绳子上 大纠纤 原来 王辉昕从小自养 就展开了训练计划 从14天开始 一直养 养到110天 你就可以自然在飞翔 最爱的是鸟还是老婆 应该是先老婆 其实老婆再鸟啦 对对对 不然那个人会被生气 把鹦鹉当成宝贝小孩 也难怪天上飞翔的鹦鹉 全部加起来快要100万元 温昆毅可一点也不担心 孩子们不想回家呢 记得陈范宇张淑明 张华报道 动物真的是人类